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 科学家们也以为这个皮齿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鱼鳞而已 但当他们研究清楚皮齿的解剖构造之后发现 皮齿的结构和鱼鳞大相径庭 反而和牙齿非常相似 里边有牙髓腔和牙本质的结构 表面被类似于牙幼制的物质覆盖 换句话说 这层覆盖鲨鱼全身的皮齿真的是从鲨鱼的牙齿进化而来的 对于鲨鱼来说 皮齿主要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是保护作用 皮齿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盾铃 它其实和古代战士穿的鱼甲非常像 如果只是被小小的咬了一口 那么这层皮齿或者盾鱼真的可以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来保护鲨鱼 第二个作用是降低阻力 研究发现鲨鱼皮齿的排列方式非常符合流体力学 相比于平等的表面 它可以将鲨鱼游动的阻力降低最高10% 第三个作用是减少附着 大海里有种生物叫做藤壶 它的附着和繁殖能力都非常的强 遇到个平的地方就能长 鲸鱼和海龟身上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但是鲨鱼却不会有藤壶的烦恼 这也是得益于鲨鱼皮齿的微结构 让藤壶难以附着 现在借助仿生学的力量 我们已经在很多领域模仿利用鲨鱼皮齿结构的优点了 先讲讲水里的利用 曾经有许多选手穿着模仿鲨鱼皮结构的泳装 疯狂地打破世界纪录 后来考虑到这对科技不发达的国家不公平 国际泳帘才禁止了鲨鱼皮泳装在比赛中的使用 再讲讲天上的 德国的汉沙文空2016年开始研究在飞机上加装模仿鲨鱼皮结构的图层 根据测算 这可以将飞机的油耗向低1%左右 比较小看这1%的差别 如果全球的飞机都使用这项技术 那么每年可以节约的燃油成本超过100亿人民币 鲨鱼法生在陆地上的运用可能是最有意义的 研究发现 类似于鲨鱼表皮的结构可以显著降低细菌的附着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材料运用在公共场所 比如说医院的门把手上 座位上 那么细菌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就会被切断 在新冠疫情之前 曾经有许多医学人士担心 超级细菌会是我们人类下一个大的公共卫生灾难 如果超级细菌真的氾滥 那么这种材料就有可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关键之一 其实鲨鱼身上的黑科技真的很多 而对他们的研究可能能解决我们人类面对的大问题 比如说鲨鱼的软骨系统能产生一种抑制癌症生长的物质 因此鲨鱼的癌症和肿瘤的几率比我们人类要低了许多 再比如说鲨鱼能终身持续产生广浦免疫血清 这让他们即使在面对未知病毒的时候也能有强大的抵抗力 现在就有科学家在研究我们是否能利用这项机制来攻克艾滋病或者未知病毒的难题 有些实用主义者可能无法理解环境保护的意义 比如说鲨鱼灭绝了跟我们人类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今天这期视频就能部分回答他们的问题 鲨鱼是一种比恐龙还要古老两倍但今天依然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 他们经过4亿多年的进化应对地球上各种生存难题的能力极其强大 我们人类正在面对或者未来可能要面对的各种难题 他们答案很可能就存在于鲨鱼以及其他古老的物种身上 更何况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江河湖海里没有鱼了 森林里草原上不再有鸟叫虫鸣了 你不觉得那样真的很可悲吗 我叫你来自广州是一名牵水教练现在常去泰国和印尼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您点赞或者转发 另外也欢迎您关注或者订阅本频道的其他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